你看吳思懷這種我也很有意見 他到今天為止他退休降領了 退休封一個月還十多萬 台灣從來沒有虧待過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的政客虧待台灣 台灣社會到今天為止 年金儘管是調整了 但是領到死 吳思懷如果活到99歲 就是領到99歲 然後台灣健保 給大家看到保 所以台灣社會 台灣整體的納稅義務人 跟社會資源 從來沒有對不起國民黨過 但是國民黨政客對不起台灣 而且國民黨政客現在爭相投共 爭相搶這個投共跟統戰紅利 吳敦利今天在幹的事情 就叫做搶統戰紅利 吳敦利到今天都還在領副總統的退休縫 我講句不好聽了 吳敦利不會餓死 吳敦利家族不會餓死 吳敦利個人不會餓死 但是有那麼要快速急切的去投共嗎 所以他們竟然敢提出這麼爭議的人 我就表示這種對台辦的系統 紅色力量已經在國民黨內部 占據了絕對的優勢 不是而且表示中華民國的噁心 雖然政客太爛了 我剛剛講吳敦利到今天 還享受中華民國的退休副總統奉 是 可是這些奉路滿足不了他 他還要其他政治利益 他還要其他政治紅利 他甚至不願意告老返鄉 大家記不記得以前李登輝有一個副總統 最後跑到苗栗去這一個 李元柱 然後跑到苗栗去告老返鄉 吳敦利到今天為止 他的一生是吃中華民國 他可以吃到死 榮華富貴 他的行政資歷基本上也很長 所以除了中華民國的副總統退休副 我猜測他的軍公交年金 也會有一定的俸禄 我今天沒有精算他的俸禄 可是吳敦利一家不會餓死 吳敦利個人不會餓死 可是吳敦利做這個動作 吳敦利對不起你一生的政治人格 你不要說照常他瞧不起你 我就公開講我瞧不起你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對不起你吳敦利 但是吳敦利今天的政治決策 對不起中華民國 他已經放棄了身為中華人民 身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的基本的底線 因為為什麼這位對台灣造成很大危險 是因為未來如果真的像吳思淮 或是邱毅這樣的人進入立法院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在我們有民主化選舉以後 從來沒有任何一位立委 在立法院公開提倡 我們現在要統一 我們要對中國投降 如果未來邱毅在立法院裡面 去提倡這種言論 這個會被中國怎麼樣操作 中國會把這件事情解讀為 這個是台灣的民意 因為他是經過台灣的民主選舉 進入立法院裡面 他是代表台灣人民一部分的聲音 所以這個是台灣 就是中國內部分離主義 跟統一兩邊的拉扯 這個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到時候大外宣系統 整個會配合上來 在國際上做怎麼樣的輿論操作 這會對台灣在政治上 造成怎麼樣的風險